大家好,欢迎走进疯子说体育这期我们来聊一下周琪 目前呢,中国蓝鞋也正在进行对周琪的一个仲裁 包括他和新疆,南南的合同方面 中国蓝鞋真的想通过周琪也想改变一下这个规则 毕竟呢,他现在这个规则很限制重要球员之间的流动 我觉得CBA联赛应该更加市场化一点 应该是弱肉强食 是这样一个方针来走下去 是以前鼎心无条件续约 这种制度应该早就过世了 早就应该作废 球员有球员自己选择的权利 如果他觉得俱乐部给他的钱多 在这个俱乐部又打得比较顺心 又能取得好成绩 他自然就会留下来 如果出现其他的问题 比如拿不到鼎心或者在战术地位上不受重视 那球员要走 俱乐部也没有权利去拦 毕竟呢,双方只是签合同的关系 并不是什么隶属的关系 当然除了辽宁队 除外辽宁队毕竟是体制内的球队 你像其他球队都可以走市场经济的路线 就是优胜略态吧 用这样的词来形容 毕竟呢,球员能够自由流动 才是能够保证一个联赛正常进行 还能够保证联赛能够不断地增加这个精彩程度 如果总是限制球员自由流动 那么可能真的会打击球员的一个打球的积极的主观能动性 他即使留在原先的球队 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这种状态 这是我们不想看到 希望呢,球员能够和俱乐部 还有中国篮协 真的好好改变一下目前球员的一些转会政策 那么更加顺畅地把这个联赛的繁荣给建立起来 不能说像周琪郭艾伦必须顶心续约 但是球员不同意啊 球员不同意就可以去海外打球 但是不能在CBA打球 这就是一个很不合理的地方 我希望呢,我个人希望这个政策能够放开 不要限制球员 球员的合同有年限 但是年限过后 这个顶心续约权完全可以作废 好了,这一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